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了 对 说到下降 其实它并不代表不会发生 有很多的意外还是可以避免的 那究竟驾车的朋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坏习惯 最让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受不了呢 或者是有哪些不良的行为容易造成交通意外呢 有些人就觉得 我觉得是一些偏见 女人好像比较不会开车 男人比较会开车 或者是年轻人喜欢开快车等等的 下降子的一些公路习惯跟性别 跟年龄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今天早安 你好 城市大家说有三位现场的嘉宾都是会开车的 我们邀请的是翁德生先生 早安 你好 另外一位常渡嘉宾 连黛玉小姐 早 以及非常年轻的朋友 汽车月刊杂志董事经理 崔永康先生 您好 我们需要特别解释三位各代表的族群 我们有男有女 不同年代出生的朋友 三位都是今天自己开车来电视台吧 我当然了 你算 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啊 所以需要有司机啊 高跟鞋的时候开车比较麻烦一点 对 现在还好以前有流行穿那种松高鞋的时候 那个开车好像更危险 可是女孩子开车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让男孩子特别喜欢讲 我先来问这位 第一次我访问你 是 崔先生您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 不好意思 你的问题是说男生跟女生 有没有讲过说女生就是不会开车这种话 有 对啊 发现什么事 我刚开场就说偏贱嘛 对不对 有时候驾车的时候在马路上就觉得说女生驾车比较慢一点 可能比较小心一点 可是感觉上是比较慢 那男生可能比较心急 所以就觉得说女生驾车没有男生很好 好像拿不定主意 对不对 到底要左转还是直走 可是开车慢就是安全吗 不一定啊 好 联想前要到返国 我记得我一开车的时候我就看过 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 它那里有一个时速 它写60 对 所以我就开到60 就每一辆车都从我后面都一直扒我 你是遵守交通规则 后来我问了朋友 他们就跟我说 那个是参考用的 是哦 交通公路使用者造成不方便 因为每一个公路那些节奏已经产生了 而新加坡这几年 我所观察 这个车速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严重 而我刚刚看到那个数据 说什么几率 几率怎么去会往下 当然是一个好现象 可是你注意看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所长 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讲他们亏本 这表示 这个车祸的赔偿是一直向上升 那我们付的保费一直往上跳 他一直告诉你他亏本 所以里面还是有一些原因的 可是如果你按照现在的车速 公路上所看到的横冲直转的那种现象 我可以讲很肯定的 这种交通事故 尤其是严重的交通事故 应该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这个也是一个必然性的 您觉得说作为一名好的司机 基本上应该要有哪些准则 好的司机第一 你要跟整个其他的公路使用者 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像刚才他讲说 譬如说你看到一个车速是这样 可是你可以望左那个车道 因为如果你占据了一个 很多人用了那个 在高速公路以为说我开到巴士 就占据了那个超速的车道是错的 因为你还是要望 杂志的那个他肯定知道了 因为变成要超车的人要从那个 左道是造成一些不合规矩 所以每个人要按照一个规矩来走 新加坡的情况在我 因为在美国开过车 我觉得人家的一些好的地方 还是比我们先进 尤其是公路上的一些行为 你看如果在美国开车 突然之间 那个路两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 他们会很自动的 一辆一辆一辆 新加坡你还是要靠一点技术 如果你的技巧不够的话 你就卡在那边了 每个人都不管了 而且这时候是每个人的嘴巴 开始会念念念的时候了 对对对 新加坡因为现在节奏越来越快 可是我们的那种 这种叫做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底蕴 可能还是不足了 这一方面你可以从先进国家 他们还是做得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要比较台湾跟大陆 你看我们的斑马线 还是很规矩的 对 新加坡在这一方面又比下有余 对对 可是比上还是不足了 所以有些地方毕竟 他们一发现症状的时候 大家车子停下来 就开始从车子里面拿家伙出来了 你们没有看过吗 有 台湾家的时候 有 我看过 在台北 新加坡这一方面的现象是比较法制的 你在公路上 你看也不需要多讲什么 有一个老外 我的朋友说 这个老外 他那个撞到他的后面 他下来 这个洋妞就直接给他一个洗 我说那你怎么反应 我说我还告诉他 我说你错了 遇到这种对手的话 你也不用讲什么东西 因为他就告诉你一切法斑 可是在台湾或其他国家 还是要在路上 有时候还大言 铁攻击还要辩论 这些都是不够法制 新加坡在这一方面 又比较先进 还做得不错 好 到底国人有哪些不良的驾驶的习惯 跟行为 我们让你瞧瞧 那是在最近汽车工会 举办的公路交通安全对话会上 副主席列出的几样 包括了不照 车道行驶 还有在有意外状况发生的时候 放慢车速张望 另外就包括有拒绝让道 忽视告示牌 在开车之前 不规划路线 还有在交通灯转绿的时候 起诉非常的缓慢 这些是不是 都是大家常常见到的情况 另外还有三个危险的驾驶行为 包括了闯红灯 使用手机 还有醉酒驾驶 其实我自己个人 我觉得还有一样 就是乱按喇叭 一直焚焚焚焚 新加坡还不会演 还不会 以前大陆好像不按喇叭 我问那个司机 我说如果喇叭 你不能够开车 因为他一直要按 现在也比较少了 已经进步了 那永康呢 永康他自己开过无数的车子 不管好的坏的 也常常跟车行界的人沟通交流 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 就是个人意见 一个可以培养的一个习惯 跟做人的道理一样 转线不打灯是一个坏习惯 而如果我们可以用心去培养这个 把这个坏习惯培养掉的话 那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是个人的责任 你会觉得年轻人开车比较冲吗 可能会吧 这个相对而言是会的 这是肯定的 我刚刚在闲聊跟他讲 有一个统计数字 最危险的年龄 开车年龄 反而是35岁 35岁 不算很年轻啊 这个最好的一个focus 什么各方面都是最prime的年龄 反而是一个最危险的 这表示因为已经 已经有累积了一定的经验 就理所当然认为 我就已经 可是如果你新手上路 战战兢兢 刚刚你讲开慢车 其实开慢车 不会危险 只是造成其他人不满 主要大的状况 还是速度 速度一出现状况的时候 就很难控制 车速 我在大学的时候 会觉得我的同学开车很可怕 可是他随着年龄慢慢慢慢的 好像那个气焰就开始下来了 会不会有像 比如说好像可能 你应该是离这个阶段也蛮接近的 会有这种感觉吗 说过了一阵子 自己个性方面 会开车时有些转变 可能吧 可能跟这个年龄 跟那个经验有关 不容易问他这个 因为他现在27岁 你觉得将来会不会变 希望不会吧 我看过一个数据 是美国做的数据 他说2006年到2009年 所做出来的数据 他觉得说大概是16 16到25岁的人 通常他好像喝醉酒驾车 吃了毒品驾车的年纪最高 是16到25岁 他26岁以上 因为16岁他就降得非常的低 所以好像又跟翁先生看的 那个数据不太一样 所以好像是年轻人 这可能跟他 我们那个大脑 不是有前而业的一个发展 他是控制冲动的 所以一般上大概是16到18岁 所以那个前而业发展 他才会比较鲁莽 对 才会比较成熟 所以他才会慢慢的 比较控制自己的冲动性 这样子 我能讲的数据 可能是美国的 因为他们有 我拿的是16 他们吸毒的问题 对 吸毒 不过在美国 我在芝加哥 那个市区里面 你看那个交通量还是蛮大的 我记得50米之内 我突然之间需要 就是要拐弯 你看两个车道 你打一个信号 很容易就过去 这个就是人家最先进的地方 就是离让的精神了 你只要你打一个信号 那个它马上就停 你就过 很方便 所以新加坡也要往这个方向 就是说 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非常好 我们现在线上呢 有这位是叶小姐 我们要听听您的意见 早您好 早您好 我是认为 不论是哪个年龄层 驾车都好 只要你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尤其是那些 叫了几十年车的那些老时机 他们就会 有些时候会占用了 两个车道的中间 因为他们就是说 我经验很丰富啊 无所谓啊 但是他们想到 后面有人在 有车在跟着他 但是他就一样这样子驾驶 这也是 因为可能是年龄越大 可能就累积经验越多 他觉得我经验比较丰富 我很有把握 他就忽略了别人的 驾驶的方向 或者是习惯 这也是 这个是二系来的 谢谢 谢谢您的来电 对 这样有两个车道 他以为马路是他家开的吗 我很奇怪 他有办法知道 那个司机的年龄 因为你看到 你们一定要看一下 不严重 所以一个人掺两个车道 我在新加坡看 还不至于太过严重 是 不过我看过新加坡 其实比较台湾来讲 我觉得新加坡的驾驶 还算是基本上 真的是还算是比较礼貌 比如说我每次要过来 可能你打方向灯 他有些人会让 有些人是不会让 但是我试过就是 我每次打了方向灯 我跟他用手打声招呼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会让到 所以我就觉得还算是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习惯 不过这边的驾驶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 有一点就是 他们很喜欢 有些人很喜欢打 那个很远光灯 那个真的 好碍眼喔 对 我在开的时候 尤其是在 很刺眼 对 很刺眼 然后我们人的 瞳孔它会因为这样缩小 然后突然间 那个开车真的很不舒服 真的很非常的不舒服 是 对 好 我们抓紧时间 李先生早安你好 国人开车恶喜多多 你怎么说 嗨 我觉得 每个人应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上电视啊 是 你在电视上 请说 你在电视 孔子的 有点太熟了 李先生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其实我想 除了司机跟司机间 行人配合也很重要 对不对 勇康 我知道你最近有遇到的一些事情 小意外 跟我们讲讲 就是我觉得那个责任 在驾车的人 也有在道路 还有在过马路的行人 也有这个责任 对 要注意过马路的时候 要注意有车来啦 驾车的时候 要注意有过马路的人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 会去到我之前讲的 个人责任 对 培养的一个习惯 现在行人不懂开车人的那种节奏感 我看过至少两次 那个新加坡 那个一边在用手机 一边在过那个斑马线 他根本也没有看 我在想 这样如果在台湾和大陆 要很危险 是 新加坡还 到了那个斑马线 可是如果遇到一个不会 怎麼辦 你是肉身 那个是铜铁 你还是要吃亏的 即使说他是错的 所以这些人这个意识还没有 他们以为说 完全没有看 你说说多危险 这个就是这个现象 我要强调的一点 这几年我所观察的 我们的公路上 好像无政府状态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现象 我怀疑他们可能是人力不足 大型的车辆的超速是相当严重 大型车的超速是会造成其他公路使用者 很大的危险 因为你可以看到高速公路 一出状况都是好像三明治这样 这个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一些执法人员 跑去哪里 我怀疑人手不足 所以我们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说 开大型车有大型车的规矩 中型车有中型车的规矩 行人有行人其实该说的规矩 你想像那个乡运 如果里面是装满东西的那个重量 如果紧急刹车 你知道它需要多长的那个时间 你可以靠这个去想像 他们明明已经有自己规定了 而不是按照那个公路的那个车速的话 他们通常都是超过那个自己规定的一个车速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很多朋友在这个公路上 一看到大车都散 不敢跟他们靠太久 不要让他在你的 不要让他在你的屁股后面 后面 对 是 当然我想今天这个话题 在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包括刚才的李先生 如果你有些意见 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 也欢迎您上我们早安您好的Facebook网页留言 最好是像我们三位嘉宾所说的 有礼让的精神 让我们的社会迈上一个更加优雅的环境跟社会 是 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来到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今天是星期一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商业资讯 广告回来 还有最后一段的新闻内容 我们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